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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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上,誰死的專制政權,必然無所不用其極的手段,會更為醜陋、暗葬,那些最低級的走狗奴才,必然爭靈、下戰,因為他們看不到前景,他們的行為沒有被制度了。 說一些情況,當時,政治身體也不在於新程度的行為,然而原理會讓他們說是否這樣會載? 他們的行為決定,這很正常人家的行為,不但是既然不足而會有條件。 這次我訪問他們,他們說是否在中國,他們的行為? 他們說是否在中國已出現,他們的行為,他們的行為,他們的行為,不必要去判斷。 他們是不知道在打承諾,也不能在大部分行為? 他們就分別人,如果在中國,再不做盡力,就在中國,再加上國家的行為、 把人家的行為,才對中國、未來的行為、小負責, 他們在時代責任擺在肩膊裡面 明知不可為而為 所以做的是鐘樓底柱的角色 道家的人物 他們在時代腐爛不堪 就寧願因應自然 與草木同流 我們在節目裡面講過很多次 是樓還是走 才能夠發揮好人間這一轉 今天香港危城難守 我們在香港都是火災之人 香港人生活在今天 見證了明花雕謝 見證了綠草衰亡 我們都是成怨而來了卻恩怨 但是應該如何行止呢? 我們都在困局裡面 社會上任何的階層 任何的角色 都在困局之中 困 我們大家記得困是怎麼寫的 困 一個木字 偏偏 關在四壁的牆壁之中 樹木本來象徵的是生機 生氣勃勃的樹木 枝葉 自由地伸展 但是時代的嘲弄 歷史的錯配 這棵樹 入了銅牆鐵壁之中 活力被握殺 養分被截斷 不是本領差 是環境生變化 這就是周易第四十七卦 窄水困卦 我們看看這個卦 看不見到圖這樣 OK是吧 窄水困卦 上卦 對為窄 下卦 嵌圍水 這個卦象代表什麼呢 這個卦象 你看到的 上面的是湖泊沼澤 水在下面流走 一個人坐在一個沒有水的湖底 乾址的湖底 面對四面的泥壁 叫天不應 叫地不民 這個就叫困 人在困境就想到革命了 推翻現狀 腐敗的現狀 隔出新天 但是罪掛傳說 由困掛到格掛 中間欠了一步 有一個掛波 罪掛傳就這樣說 罪掛傳 罪掛傳就這樣說 升而不已 必困 故受之而困 升 升下升下升下 升到最盡 就困的了 升到什麼時候不升 困在那裡就不升 這個就是比德定律所說 官僚制度之下 每個人都會升職 升到哪裡 升到你 無法負荷 或者是說 根本 不能勝任的位置 你便停下來 所以人人理論上都應該是 不升負荷 停在一個自己不恰當的 沒有能力應付的位置上 你叫西方管理學 比德定律所說的 升而不已必困 升而不已必困 保護獲之而困 困扶上者必反下 困獲之而井 井道不可不格 困獲之而格 罪掛轉張四個掛 升到困 困的時候 你要找資源 就找水源 找水源 不是看著天等下雨 是在相反的方向,在地上挖井 挖井的過程 改變天日,水竟然在下面湧出來 不是天雨落的,這就叫格 格固之後就頂身,將舊的制度全部 推翻,就要成為新的機制 就頂了,困扶上者 即是集中沒有水就困扶上了,上面沒有水了 即是說,所有角色形式 有用的資源都沒有了 枯竭了,必反下 什麼叫反下呢? 反下的意思不是反對 反過反,是返回 返回基本步的意思,回歸基本 在上面受困,你就要思考 是否還有其他資源深藏呢? 水這個象徵 其實是來自天雨 從上面下來下來之外 可不可能在相反的地下找到水的呢? 這個就是反 反,即是地雷伏的伏 當陰謀陰到盡六支都陰謀的時候 就會看到一支羊謀出現 回來了,地雷伏 回歸基本步 當外在的東西 名利,關係 人際 社會的身份 什麼都沒有了 這就叫困,困扶上 外面走不通 翻翻轉頭 是不是? 想想另一條路 故秀之以井 井是什麼意思?開井 開井的意思 人生就成為開發新的資源 井道不可不格 故秀之以格 由井掛到格掛 其實就是紓困 將困局找一個方向出來 由困變成不困 紓困 首先要接通全脈 井水冒出來 目前的所有問題就迎刃而解 井道不可不格 代表你創新 代表你改造 一從地下 從地下 帶到地上 發揮到他的水 他們的功能 這個過程就叫做格 上天要造就你 先要困住你 你才有大演身手的舞台 人生 總是會遇到困 危機通常造成對現狀的衝擊 但不一定造成悲劇 衝擊不一定是悲劇 有機會是可以化危危機的 所以我們叫危機 是不是 困 是格的先兆 格是創造新文明的機緣 機緣是因為困境而激發 這就是易經告訴我們 的邏輯和哲學 困瓜的瓜詞是說什麼 困瓜瓜詞的話 困 第一個字叫做亨 困瓜 而竟然第一個字 易經用的字眼叫做亨 第二個字叫做精 第三句是大人吉 最後是無咎 困 亨 精 大人吉 無咎 最後提醒你 有言不信 瓜詞第一個字是亨 人在困境 絕對有亨通的可能 為什麼困而能夠亨呢 我們看看 我們的下掛 是陷掛 陷為險 就是我們的人在陷阱裡面 但是我們的上掛 是對 對為越 掛得是越 下掛是陷 身在陷阱 但是我們表現出來的是越 身在陷阱 而能夠仍然 尊容以待 這種態度 未來就一定亨通 有了亨 第二個字會提一提你 要精的 什麼叫精啊 精者精也 精就是精 你不可以因為身在陷阱 身在困境 就不擇手段 如果為了脫困 而不擇手段 那不用液經 你稍有人世經驗都明白 那你一輩子都回不了身 你一輩子都只能夠 從此沉淪下去 越是困難的時候 越要堅持正道 越是困難的時候 越是困難的時候 你一國做人的基本原則 絕對不能夠動搖 是無法討論 不用談 很多人為了生存 為了生活 就守不住這個政治 孔子在論語說 嚇得更大 你強不穩 可是在乎 你強不穩 那你強不穩 你強不穩 那你強不穩 但是它的力量 真正在乎 尖速 有多少 recht 了 因為你強不穩 那你強不穩 那你強不穩 就完蛋了 你知道人得迷很重 你強不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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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信耶穌,你信回教,你信佛 你做君子,並不表示你一定行運 君子故窮,君子都可以衰運 但是君子衰運的時候,他可以堅持原則 那一般人又怎樣呢? 小人窮是男兒 這個窮不是貧窮 這個窮就是說當你沒有路走的時候 君子都可以去到沒有路走的絕境 但他仍然堅守到原則,這個正的原則 小人,一般人窮是男兒 當到去到沒有路走的時候,就什麼都出來了 什麼都不擇手段 這種困境,大人吉 大人是什麼?做大事的人,改朝換代的人 帶領天下時勢的人 反而是磨煉 修行的好機會 所以是吉 吉是什麼意思?吉是易經對你的保證 只要你有大抱負,這個是吉 吉完之後還加過無咎 我都說讀易經奇要無咎 主要追求的是無咎 無咎是什麼?沒有遺憾 不會有後遺症 不會有遺憾 不會有後悔 不會有後悔 但是骨 歸吉 人在困局 已經想提你一個 提你一個智慧 他說有言不信 人在困境說什麼都沒有用 沒有人不會信你 不要單靠把嘴 用行動 行動才是上策 困掛六隻牛 代表在困局裡面 社會六個不同的階層 這個是困掛 困掛有六隻牛 上面的是上掛 代表朝 就是掌權那幫 掌權那幫都有三個不同的位置 三個層次 下面的下掛 就代表在野 野就是社會的群眾 我們的人民 所謂的 一般人 羊牛 一畫過叫羊牛 中間斷的叫陰牛 羊牛 羊牛 代表社會上面上風的人 在朝有上風有下風 在野有上風有下風 上風 是代表什麼 代表有條件好 掌權 是不是 下風是什麼 下風是代表 愧乏 困 上風的人 掌權的人 在困裡 下風的人 愧乏的人 都在困裡 只是困的形式不同 羊牛 陰牛 都是困 陰牛 困於物質 羊牛 困於精神 這個就是困掛 第一支牛 在全國掛的掛底 我們叫做初六 六就是陰牛 九就是羊牛 他是初第一支 那個牛詞是這樣說的 他說 困 屁股那個 困 困困於珠木 入於幽谷 三歲不敵 這支牛 在全國掛的掛底 他失衛 不忠 陰牛 是社會的基層 基本上表達的 這班人是甚麼 社會最低那一支 沒有錢 沒有金錢 沒有學識 沒有關係 沒有工作 沒有朋友 困 困於珠木 一屁股 坐在哪裏 珠木 一棵枯死了大樹 樹根上面 我們很識個成語 守株待兔 記得嗎 豬 坐在那個爛樹頭上面 等個小兔撞過來 等運到 本來這棵樹是參天巨樹 但是遭遇到閃電雷劈 閃電雷劈之後 躺下了 整棵樹 留在樹根 死剩那個樹頭 這個階層 連站起來的氣力都沒有 所以他用囤 囤這個字是動詞 一屁股 一屁股 一屁股坐下 坐在哪裏 坐在棵枯死了樹頭上面 整個畫面 谷是一個幽谷 什麼叫幽谷 谷底 憂 憂 憂就是什麼 沒有人 只剩你一個 你一個 又又坐在那裏 一屁股坐在樹上 棵樹頭上 棵樹頭是正在生的 不是 是株木 死了的樹頭 他所有形容 像說一件事 失意的人 低層的人 基層的人士 什麼關係,什麼條件都沒有的人,在困局裡面,了無生機,毫無機會,他入於憂谷,人生跌到谷底了,憂,谷是谷底,憂是憂暗,憂暗的谷底,意思是沒有其他人,只有你一個人,你自己,在直直無人的谷底裡面,你不要指望有人來幫你, 連聽你訴苦的人都沒有,那你說平常的朋友呢,不見了,你困了,你失意了,沒有了朋友的了,有都避而不見,再差點說,有些人反過來踩你一腳,這個就是困了, 這種寂寞,這種孤立,對當事人來說,通常感覺到很長,所以逆經的淆詞,跟著說,三歲不敵,三,是代表長的時間, 逆經和論語都是,只有三個數字,一個是三,三就是多的意思,三人行,必有我私言,一班人裡面,一定有值得學習的東西, 擇其善者而從之,選那些好的,你學他,不善者呢,改之,那些不好的,那些差的,你提醒自己,不要跟別人一樣,犯了這個毛病, 是吧,三,三個意思就是這個意思,七,七是個週期,七日來復,一個星期是七日,生命的週期是七日, 我們生嬰兒會說,你懷孕了多少週,是不是,你的預產期是第四十週,四十二週就會生的了, 女性的排卵期用七做單位,四個七就是一個轉,二十八日,這個就是七週期, 還有一個字叫十,十是數之中也,最長,長時間的意思,十年不用,十年都沒有辦法, 長時間都沒有辦法翻身的了,那就叫十年不用了,好了,這裡說三歲不敵, 就是說長時間都沒有人跟你見面,很慘的一枝牛,是不是, 小象傳說,入於憂谷,憂不明也,環境黑到極點,前途暗淡, 看不到一絲光明,憂不明,為什麼會是這樣, 因為困掛對上一個掛我們說了,困掛怎麼來的,升掛嘛,升到最後就困了, 人升職,人向上爬,爬到哪裡停啊,爬到困在這裡就停了, 困掛最後那支牛,升掛最後那支牛,是說明升,什麼叫明升啊, 現在,盲目地以為人生什麼都永遠會升,樹木不會永遠長大的, 所以地風升,一棵樹在地上升上來,升下升下,升到盡就停了, 明升,盲目地以為永遠會升,好像香港的樓市,股市,消息越壞, 是不是,就升得越多,如果今天下午拉了肥佬黎和黃之鋒, 明天五萬點,樓價,樓價三萬元尺,一年以來, 又說黑衣人,又說暴亂,又說銷店,又說什麼, 又說打爛立法會,三塊玻璃,三萬元尺, 天水圍剛剛賣著這個濕地公園,二萬多,三萬元尺, 一千石就二千多萬,住天水圍的,看著濕地公園, 二千多萬,拿著一千萬做首期,問銀行體學, 按不按到一半,借一千五萬給你供樓會,二十五年, 你就供幾萬元個月,八萬元個月,是不是, 這麼硬正的,很多人覺得永遠會升, 是不是,騰訊五百,五百,一開二又五百,五百之後又再五百, 再拆二,刀五百,說五百,五百再五百,明升, 只有升不會跌,永遠地升,這個就是如癡, 所有的魚師都用這個方法去看, 最後一支牛,明升,升掛的最後一支牛, 接著下一個叫困掛的初牛,就是這支, 他說休谷,我們看看,已經過石文字的鋪排了, 你從明升升掛最頂最高的位置, 一跌跌到困掛最低的那支牛, 即是說,由最高的位置跌到最低的低點, 上面那個叫冥,這支牛叫做休, 加上叫做休冥,休冥就是地獄咯, 跌了在地獄咯,我們看看這個吧, 跌了在地獄之後,將這支牛, 這支牛怎樣呢,不如變了它, 變了做甚麼呀,變了為羊牛, 那叫變卦,因為整個宇宙, 那時候,我們的祖先復熙時發現, 只是二元對數,一是陰,一是羊, 既然陰是窄水困,不如改造羊吧, 另一個選擇,人生永遠有兩個選擇, 你駕車永遠有兩個腳掣, 你不用針車永遠的跌,不如不留下化就著酒吧, 你不給油料Work不如駕個味道吧, 你不讓油,不如駕得一副肌肉呢, 還是都打開水,已稱為恆意紙用, 曾人生被外乎恆, イナチン 누가 исс 人生不外乎恆意紙, 是兩個制的, 他無四個制之 manner, 但是何一些恆意紙一定要置呢,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的占卦將他變成楊 function, 看到這樣做一變成楊 function, 大家有沒有留意呢? 上面的是對掛,下面的都是對掛,對為厚 這個掛叫對為窄,上面窄,下面窄,看不見是窄 窄,在我們器官來說,對掛又為嘴 上面是嘴,下面也是嘴,自己是嘴,對外也是嘴 所以對掛的掛得精神就叫做朋友講習 因為兩個一模一樣的對掛就是朋友,朋友做什麼好啊 我用嘴,你也用嘴,互相研究學問,互相提升 對為悅,他說的朋友,我們要忍生,忍生成為機緣 所以困掛初衙的憂谷,其實是回歸基本 人生再學習,目前的處境,你只可以痛定思痛,切實反省 我們尋找的是機緣,是時機,脫困的時機 這個就是朋友咯,我們的朋友,就是說 我們找到我們合理的機緣,走出這個困局 這個就是滄疑給我們的智慧 這樣說,聽不聽得懂啊? 好,第二支牛 第二支牛很漂亮的牛,讓牛得忠 是嗎?我們叫九二,九年之牛都困? 困,他不困於好像初牛那樣,物質而已 他困於精神,他說困於酒吃 第一句是,有酒有吃都困? 接著朱忽方來,朱是朱紅色,忽是官服 那套官服送來了,是什麼意思啊? employment letters到了,評書到了 這個時候你怎麼做呢?他說利用響字 要祭天,要祭字,要問心啊 祭天,不是跟天 天,是一個無形的主宰 主要的,你把心拿出來,問一下心 精空,精是向前,向前行不行 無夠,你向前行不行 你知道不行就無夠 第二支牛是社會的精英 下面都是社會,我們叫做群眾 是不是? 我們有一般人,不是當官 不是持權那些 第二支牛,已經有個位子了 燕龍在田的位子來的 即是逃了出頭,有些躲社會的精英 在下掛,在野 他不算是官,他沒有權力 他沒有什麼權勢 但是,他一般人之中的,你認識的人 讓咬,是有能力的人 整個下面,只有他有能力的 這就是精英 是不是?一般人來說,雖然他在野 算是出人頭地的 為什麼?他有學識 他有知名度,他有影響力 是不是?官服都來了 朱忽方來 一個鮮紅色的官服 剛剛送來 自己一杯喝紅酒 吃著這個 晚膳 拼書又來了 想找你出山做事 這個時候利用響字 你問一問那個心 你問一問那個時勢 是不是? 接不接受這個聘書? 不是叫你祭天,向天保佑你 是叫你擔心跟天交代一下 精兇去不去?去就兇了 你明白去就兇就無救了 整個社會在困局之中 整個社會在困局之中 有人在物質上的困 有人在精神上的困 久以陽嬌得忠 在外人來看 算不錯了 整個社會得理罪識野 你最好 你肯定沒有要理會 我肯定沒有要理會 你肯定沒有要理會 他的見地刺痛了他的弱點 他根本就不喜歡你 你的存在是造成他的不安 一般人見你有酒有飯 紅色一套官服就送到來 就是那個employment letter 又找人拿來了 是不是? 有份合約 誇張一點 還有一條套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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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套 這條套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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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羊羽羊衝突,你有意見,他不會用你 一般人說是記財,不是記財,而是他聰明,你也聰明 他不喜歡你說的意見,你那道方法他不適合聽 這個時候利用響字,響字即是祭天 祭天代表什麼?是問心無愧 因為困的時候最重要是問心,尤其是知識分子 尤其是有名望、有影響力的人 你有身份、有地位,影響社會風氣的人 你一言一行,你要問天,你不要說感謝主 你一生都拿了這麼多,你要問天 你要問心,祭天即是要問心無愧 你不問心,你真是要求勉強向前走,只能太空 你說在困局的時候有官服送來,我不要啊 這個時候困在這裏,你有選擇 知道無難,慰言瞞習 這個就是引誘,這個就是魔巧 這個就是三藏法師見到白骨精三次化身 只注徵九次化身的魔巧 既然你和軍委 你和掌權的人不搞完 你就不要勉強收拼書 这个时候要问心无愧 向前只会是空 当官只会是空 小象传说 困于酒食 忠有庆也 始终是你得忠 羊涯有才能 即使不为所用 失意受困 都是有庆 什么叫庆啊 一个喜字叫做喜 两个喜字叫做家 一堆喜字叫做慶 所以清朝的皇帝叫做家慶 我们写稿的阿欢那位真名叫做陈庆家 又慶又加 很多个喜字的 大家开心就种喜 慶就是大家都开心 为什么这只牛 失意得来可以开心呢 我们看看 将这只牛的牛变 刚才这只 局别 decade maar 你这只阴牛变阳 就叫做牛变 你这只羊牛变丁cha 便视它就是牛变 变去银 sha bul 变去之之 它变了银牛 变去之后 那就变了 hommes cogen sus 什麼叫水呀?拔水的水呀,英雄匯水呀,你得忠,有酒有食,你有政府,有社會欣賞你,有名望,有才華,有見識,不用一定要做官,雖然在困,你可以趁機結交天下英雄,匯助一個民間力量,趁機就為時代而工作,這個叫做水呀。 明白嗎?所以小象傳說,困於酒吃這支牛,都是忠有慶也,始終大家開心的,你不用一定要拿個拼書,拿個諸葛,你很立門,是不是?亂世時候,好像發不了力,沒有一個著力點,而再潮的人根本不欣賞你,但是基於某些原因想利用你,所以他說, 精凶,不要接受,接受就凶,這樣才可以無救 停了嗎? Sorry 沒用了,Youtube的朋友聽見,但看不到畫面,你就轉去黃偉文粉絲交流區樂部吧, 目前facebook還可以正常,facebook正常的吧? 對吧? Sally正常吧? 在蘇格蘭看一看是嗎? 我的iPad YouTube的iPad是停了的 不斷轉圈 沒了畫面的 可以改看Facebook 如果你真的要看就要看Facebook 轉Facebook Facebook就是黃偉文粉絲交流俱樂部 你打黃偉文粉絲交流俱樂部 現在正在直播中 你可以看到的 Facebook正常的 陶小姐Petot說正常 Francis都說正常 既然Facebook正常 如果在看 YouTube看不到那些 北美不正常 如果你在看YouTube那些 就只有麻煩大家轉去 轉去 轉去 Facebook 黃偉文粉絲交流俱樂部 我們繼續 你會知道 一個很足夠的 好 你可以轉去 看 你會去看 我心裡有些 那些 你會走 像我一樣 就是沒有辦法 可能就是步步都困難 步步困難 我說完貪囊之後就到巨門 巨門之後就到天上 天上之後就到天涼 天涼之後到七殺 七殺之後到破軍 就完成了指微斗數十四星系的星系結構和報告 希望能夠完成這件事情 能夠如願地將要講的課程講完句 每天都有不同的新的變化 不同的消息都在來 我們掌握的都不是那麼多 Youtube那裡不要再浪費時間 不要再搞了 反正我都搞不到 我還在轉動 Youtube潘說 我和我的畫面都一樣 我的畫面都在轉動 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是什麼原因呢 不知道 我還在轉動 我還在轉動 好 我們講第三支牛 我們看看這個畫面 第三支牛 第三支牛 其實這支牛是陰牛 在崗位 我們叫做六三 六三這支牛是怎樣 是困於石 巨於疾泥 入其高 不見其妻 空 第三支牛 在下掛的掛頂 其實在整個社會的一般人之中 這幫所謂的人間勝利組來的了 他不在潮 他在野 但在野這個民間最頂那一層 是聰明人 是聰明人 有錢人 成功人士 十層八層樓 或者有兩棟大廈 拿著一億幾千萬股票 有些債券投資 是不是 拿著三個五個passport 外面兒女都是名牌大學畢業回來 都是這種人 一般人望這種人 成功人士來的了 勝利組來的了 你知牙他失衛 他不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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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兩支羊牛 夾住他在中間 他覺得自己 啊 不錯的了 是不是 地位高 沒有才華 俘錄發達 見高就快 賣權勢 沒有原則 那些人 香港很多 是不是 見到你們這幫人住公屋 嘴苗苗的那些 啊 是不是 自己住三千八百尺 或者一個號碼 鎮水彎道 赤柱俠道 那些 啊 巴閉人 你這種人 在整個社會的困局裏面 是特別惡劣的 那些是 在整個社會 我還要去 如果 你都要去 做什麼 你都會去 那些人 你都會去 那些人 他认为有好处的东西 他依附那些地方 原来是侄泥来的 什么叫侄泥啊 有杜刺的侄泥 所以退哪能让你退啊 连停下 呼气的机会都没有 他是进不行 他是退不行 进退不行 他很狼狈 他很狼狈 这个时候想回家 回家 入其宫 公就是家 回家可以吗 人失意 人受了伤 人没路走就回家了 回到家 入其宫 不见其妻 所以结论是空 家 不只是狹窄地改过家 家代表回回主场 入其宫 不见其妻 你回回自己的主场 老婆在哪里 老婆 妻 是代表人伦关系里面 最亲密的成员 父母 配偶 子女 三重关系 最亲的 最亲的就是你配偶 但以往最信的 可靠的 依赖的人都没有 小像传说 据于侧泥 成江也 入于其宫 不见其妻 不唱也 陆三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他不是困于石 前无去路很普通而已 而是据于侧泥 你一直依靠的什么地方 什么的权势 这个权势根本就是坏人的权势 是侧泥 是这个倌 可空中 太靠了 在凹余的口齿 又是损忡 在困局中 这个倚靠 这个权势 依过为苦 作唱的苦 就是你的吹命符 最不诚的是什么 一路 回到自己的主场 的子弟都不见了 这支牛 crow便便 都不知道什么 我们这支牛 上挖堆为责 下掛信為封 變了羊牛之後 這支都變成羊牛 整個掛得上面一支陰牛 下面一支陰牛 我們上課不是講過的 這個就是摘封 大過掛 摘封大過 我們講過是什麼 摘滅木 上面是沼澤 下面是一些信木 灌木 本來灌木 在湖邊生長 全靠湖水滋潤 但是摘滅木 湖水氾濫 它浸死旁邊的樹木 這個就是大過 摘滅木 過往賴生存的 摘水大過 大大地過了 本身應有的標準 大過 淹沒了湖邊的樹木 我們想想 我們一生 或者我們見過幾十年 以往依靠它生存的東西 偏偏在這個時候 成為致命的打擊 你的成功史 竟然是你的催命符 是不是 當日驕傲自盼 孤叛自豪的成功史 今天成為你的 墳墓裏面的 無致命 是不是 多不多的例子 當然多了 所以孔子在喧嘴裡 對這支搖有什麼批評 他說 非所困而困然 明必欲 非所巨而巨然 身必危 既欲且危 死其將至 妻其可得見野 孔子說 在不應該受困的地方 你困住了 天地這麼大 為什麼你困在這裡 為什麼你不問自己 為什麼 在這個時刻 這個時候 困在這個位置 命不必欲 身敗名列必然 在不恰當的地方 你依靠不恰當的勢力 飲甚止喝 很多人都是這樣 靠什麼 一時的權勢 拿個方便 是不是 讀小學 讀中學的時候 在屋邨怕被人欺負 進了黑社會 是不是 出來社會做事 是 是 是 誰有勢力 跟著他 跟著他 叔叔有好處 是不是 很多人都是這樣 在不恰當的地方 依靠不恰當的勢力 你飲甚止喝 你最後一定有盛名之憂 孔子認為 人心不可能沒有困 也不可能沒有居 但要視乎所困所據 是不是恰當合而 也就是說 要合乎天理 宇宙的規律 六三的困是自己做出來的 就是說 我們經常說的 就是 自作業 既被羞辱 又處險境 死其將盜 既欲且毅 死其將至 妻 其可得見 是不是 她的意思就是說 人生 不可能沒有困 人生 也不可能沒有居 但是 你困哪裡 你居哪裡 是不是恰當 是不是合而 就是講 要合乎天理 宇宙的規律 六三個困 是自己做出來的 即使我們經常說的 自作業 又被羞辱 又處險境 死其都到了 還怎麼見到妻子呢 即是 你怎麼見到最親近的人呢 意思是 眾叛親你 這個時候是眾叛親你的時候 看見你們的 我們看一支牛 去到第四支牛 去到上挂 上挂已經在朝了 這些位置 在軍委下面做事的人 有權勢執政官員,是林鄭、問責局長那些人 在困局時期當然當官不宜,兼顧關係很多 又要保住自己的金居權位,所以困於金居 為甚麼?要賺這四百多萬,都要做的 你見到一條無恥人,上任局長前,習近平把慈相放在辦公室後面 不放老婆,不放子女,最重要是放習主席 以前做警察就拜關帝,他現在聰明,聰明,拜了個習主席 才會回來給習近平,倒杯水,澱點酒給習近平 然後拍照,standard照片,發財全香港新媒介 聰明,是不是?這些就是困於禁據 四百多萬,問責局長,就是四百多萬 就是這麼多,是不是? 這位官員九四,看一看,失為不忠,是不是? 失為不忠,其實做甚麼都不討好 他對上乘住九五,不過是洋與洋,衝突的 對下,騎著六三 跟著作為官,他有責任照顧基層,從初六有應 三個關係 首先,他又不可以得罪九五這隻牛 這個是最大權力,軍委,上司 對下,他乘住六三 他要安撫這班社會的既得利益者 那些,是不是?幾千億財團 做官的好看他們的事情 退休之後怎麼知道的? 你請了我做不知甚麼的CEO 千二萬年薪,是不是? 繼續打,打到七十多歲 我六十歲退休 未來那十幾年 還有一個千多萬的工作找我 這個時候我又要施恩 我又要看著他,保持關係 離開政府,我只能不能一個 這些上市公司 給個千零萬、二千萬的工理 又不是真的那麼艱難 是不是? 甚麼都不用你做,你坐在那裡 當年你有恩 我現在就還你的恩義給你 反正上市公司是公數而已 是不是? 都可以 所以這個位置又要照顧上司 又要照顧社會那些所謂的言達 是不是? 既得利益階層 但是你本身的責任四和初是認的 你是陽,他是陰 你做官是要照顧基層利益 是不是? 你要三個工作都做好 好像不是那麼容易 又要看著北京 那些大帝的意思 又要照顧香港這班 是不是? 個個幾千億上市的集團富豪 跟著又對著你這班騎乃怪 派一萬元給你,當你好像乞丐一樣 是不是? 三個工作都要做 這是你的責任 你要做好他的 但是做誰先誰後 誰輕誰重呢? 本末忠此 先後輕重 大學所說 人生做學問不外乎追求什麼 物有本末 事有忠此 知所先後 則近度已 這樣就真理了 是不是? 怎麼做呢? 你現在的智慧教他 首先你要來 來 怎麼來呢? 還要隨隨地來 隨隨就是慢慢 慢慢地來 什麼叫來? 來就是你的方向 你的注意力擺在哪裡 向上下叫做去 向下看就叫做來 一個去一個來 你的焦點是來 向前向上都叫做去 向後向下就叫做來 你鎖定目標是往下的 往下對著群眾 群眾有三種就說了 有基層群眾 有社會精英 有既得利益那些騎尼怪 你看著誰 坤乎上者 必反乎下 就說了 剛才罪掛主提了你的 坤乎上那些 一定要回到基本部 基本部是什麼? 你是做官的 你在朝裡面 執掌權勢的 你是來自什麼? 你的存在是什麼? 你的存在 就是要跟初六這班基層互動 表面上你負責的 有三重關係 有上司 有社會裏面那班富豪 但是 真正天經地義 做官第一要務 你是要支援救濟初六這班基層 九四跟初六應 但是來隨隨 為什麼? 因為你困於金居 你拿著這份工資 入了這個政府 服務著這個北京 你坐著融金打造的車 象徵你的官位 你的官位是權勢 你的官位有四百幾萬年生 但是 是權勢 也是滯爪 欲速不達 所以你要回頭 你看看香港的基層 能不能夠生活 九四的焦點 不應該是上面的九五 這個軍委 這個權勢最大的人 你也不是關注討好你的社會言特 那些會收買你 那些將來可以給你一個聘書 給你一份好功 但是現在你是官 你就對得住自己的職位 你最主要的就是基層大眾 小象傳說 萊翠翠 志在下也 什麼叫志在下呢 當官的 你要有個志 志就是你的目標 很多當官的眼睛 正是盯著上司 以為擦鞋就可以補官位 金居權勢 你以為就是靠擦鞋 但是已經說 金居之群 你的志應該在下 照顧 支援 初六這群基層群眾 這個就解決你九四失衛的缺點 你是失衛的 你讓牛猶豫 不過 社會的基層 都失衛 他陰牛崗位 你的缺點 剛剛幫到他們的缺點 你和他 有個瘀在 瘀是什麼 猶豫也 因為你和失衛 你的失衛 剛剛應了 基層人士的失衛 官與民 是打不斷的關係 你有責任 照顧他們 你將這支牙 變了他 一變 變了又為陷掛 是啊 一變變為陷掛 這個位置的官員 你不要搞錯重點 搞錯重點 就覆無從之 禍不單行 雜陷 上面是陷 下面是陷 你見到是陷 見不到也是陷 看得到是陷 看不到也是陷 襲陷 福無從之 禍不單行 這個時候 已經教你 襲陷 要有福 你有誠信才行 有誠意 有信心 為心亨 你要有信心 有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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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價值的追求 行有誠 你要積極正面 這樣就可以在 看不見是險 看不見也是險 這種重重險 走過這次的人生 波劫了 就是這樣 你 你這次應該會 抖 聽你 全部都有信念 這個事情 只是可以 又跟不見 他說二月 甚麼是二 古代的刑罰,割了個鼻 二月,困於赤窟 窟是官服 赤是顏色,剛才說的二是 豬窟,鮮紅色 這是赤窟,即是赤紅到紫的色 皇帝穿了一件官服 不如說了,皇帝見袍,困於皇帝見袍裡面,舔除,慢慢,有月,可以開心的,利用制製,這件事又說制製來,九五這個位置,得為得眾,權力最大是他,非龍在天的位置,但是他沒有應,他和民間的精英,割走極端,衝突,他不要欣賞民間的精英, 上面之陰牛,下面之陽牛,城城都差,人際關係極弱,城江騎著之江,他對下面的官員,其實內心很不滿意, 嗯,二,割了個鼻,月,斬了一雙腳,一個在困局的領導人,搞到民不聊生,各階層都痛苦,只是一件事,就因為個鼻割了, 一個在困局不靈,判斷不到形勢,不夠敏銳,象徵就是這樣,月,斬斷雙腳,意思是什麼, 缺乏行動力,沒有實踐的能力,一個有權力的人,偏偏就不懂得知機應變的,觸覺, 臭角就被割了,又沒有執行力,腳斬了,你害到整個社會受困,你就變成了獸刑的罪犯, 因為二和月都是以前的刑罰,你不再是皇帝,其實你是罪犯, 困於赤窟,這個紅到法子那套服裝,根本就只是皇帝到龍袍,是最高職權的官服, 他叫你,易經叫你,要利用祭字,剛才說的叫響字,這個叫祭字, 其實先分開三重,在形儀上有些神奇,看著人間的運作,最上的叫祭,那些叫天神, 祭是對天神而用的,叫祭天,祭是說的地旗,在地裏面的神奇, 即是菩薩那些,就用祭字兩個字,上天和地下,兩邊的神我都祭了,叫祭字,響, 剛剛那個在野的精英,他是響字,因為他不是有官位的人,他沒有資格祭天, 他是響,響是針對人和鬼,人間的祖先,三重,一個祭,一個智,一個響,一個是天神,一個是地旗,一個是人鬼, 軍委祭字,主要是跟回天理來行事,因為有為天理才落入困境,不祭字,不回歸天理,你就走投無路, 小象傳說,二月,即是割了鼻子,斬了雙腳,未得志也,你想做的事做不到, 乃除有月,以忠直也,利用祭字,受福也,他想說的是這樣,小象傳說,作為領導人,要搞到社會受困, 百口莫辯,你未得志,你知大財疏,你要利用得為得忠的優勢,你慢慢來, 乃除有月,做長遠的轉換準備,祭字,回歸回天理,回歸正道,你才受福也,你才得到福, 這支牛牛邊,上面這支牛,去到這裏,這支牛,中間這支牛,由羊牛變陰牛,上面那瓜就變雷,真為雷, 上面真為雷,下面陷為水,就雷水解,領導人醉己動天,回歸天理,就解除困境了, 好了,講完第六支牛,上面這支牛,去到盡,困掛去到盡,困到盡,極困,這支牛是怎樣?困於割雷, 首先,在死 Lieutenant,多撲雷棄到殺害, 行山,經常見到那些斗鉄蠢,那些斑鉄斬頭ит,一大堆枕, 互相抖結同一地,吉利,越抖,熱抖是什麼?最高树亶的位置是誰? 又高又危的位置,熱壓,若都悔,要大聲說,真是悔,這樣才有悔,做完這些就精吉,最後有個吉字出現,困乖都上咬,最後一支咬,困極了,但仍然不知道悔改,困於割雷,那些藤蔓,植物,糾纏,糾結,纏繞,困住所有人, 不同事,象徵糾纏不清的問題和關係,人際關係永遠都是這樣的,那些就是糾結,一旦被困,出不回來的,熱壓,在高處的危險狀態叫熱壓,咬池一開始帶出了雙重的困,一是糾纏,第二是高危,他說若凍悔,你要正式對外宣稱,或者是高危, 或者起碼你對自己鄭重宣佈,凍悔,我覺得凍節得夠,你要知道迷途之犯,就有出路了,這個地步就是說,你要真心悔改, 還要真心悔、負之行動, 有機會拿回那個吉的 小象傳說 困於角淚未當也 動悔有悔 吉行也 承認不當 面對現實 不要心存僥倖 一動就有悔 你要徹底 改完也徹 才和吉 翻轉頭 是不是 翻轉頭就行了 咬邊變了什麼 這支牛變為羊牛 上掛就是天 下掛就是水 拳為天 陷為水 天水中 官司 和誰打官司 和自己打官司 最大權勢是你 你自己和自己打官司 我們叫做自仲 你和自己打官司 你挑戰自己 這樣才找到出路 整個困掛六支牛 一個社會六個階層 六個處境 就是這樣 啊 是不是這樣 覺得就是這樣 這個掛就是這樣 現在香港處於困境 你屬於什麼階層 你自己心中檢討一下 你是最低那陣 還是精英那陣 還是既得利益那陣 還是當官有權勢 現在兇臣惡殺那陣 還是打著大權在握 坐在北京那陣 還是根本你都不懂得反 去到困到極都不知道怎麼出路那陣 那陣 我現在走開一分鐘 我想看看 錄影我的YouTube的毛機 我插了另一個頭 看看它怎麼樣 我還在這裡 你很喜歡 你可以拍照 我拍照 你很明顯 你拍照 很快 你拍照 你的話 我拍照 你拍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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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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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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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